哈喽,大家好,我是霍霍霍,饺子皮别再包饺子吃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饺子皮不一样的吃法 这样做的饺子皮吃起来特别的好吃 不管大人还是孩子,都特别的爱吃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块钱的饺子皮 把饺子皮切成一公分左右的长条 然后再转过来,切成一公分左右的小块 切好之后用手抖散 放入盘里备用 在碗中放入适量的红枣 一把葡萄干,再放入一大勺的面粉 倒一点的清水,加手抓拌均匀 面粉有很好的吸附性 它能够很好的吸附掉红枣和葡萄干表面的脏东西 大概抓个两分钟左右 再倒入清水,用手搓均匀 把红枣和葡萄干上面的脏东西彻底的清洗干净 等到面粉全部融化以后 再把红枣和葡萄干捞出来 再换一遍清水 中度可以多换几次清水 一直把水洗到完全变清为止 大家看一下,洗得非常干净了 然后把红枣和葡萄干捞出来 把红枣剪成小块,去掉棗盒 不要剪得太大 尽量稍微小一点 把锅烧热,倒入适量的油 开大火把油烧至五成热 放入筷子,能紧密集的小泡泡 说明油温已经可以了 慢慢的放入切好的饺子皮 轻轻的推动几下 防止饺子皮粘量在一起 这个时候转小火慢慢的炸 火不要太大 如果太大的话很容易炸糊 视频制作不易 请动动您发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一直把饺子皮炸至表面金黄 用路勺把饺子皮捞出来控油 拎起锅,加入一勺清水 倒入一大勺的白砂糖 开小火把白糖熬至融化 熬的时候要不停的推动 熬至白糖冒大泡的时候 加入一块黄油 这样吃起来会更香 把黄油熬至融化 并且糖浆变成枣红色 这个时候倒入炸好的饺子皮 红枣 葡萄干 不要关火 开小火 转铲子不停的翻拌 让所有的食材 都裹上一层糖浆 一直搬动到表面有点拉丝状就可以了 关火 准备一个托盘 上面铺上一张油纸或者是保鲜膜 把锅中的饺子皮一起倒入盘子里面 再给它按压平整 盖上一张油纸 用擀面上轻轻的压一下 压紧实 放凉之后倒扣过来 放到案板上切成小块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一个用饺子皮酥的小仁实就做好了 这个做法非常的简单 而且吃起来非常的酥脆 大人孩子都特别的爱吃 如果你也喜欢 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转发留言哟 拜拜 拜拜